好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在宽宏的售票现场 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民众排队 同时有很多的警方在这里维持秩序 这个警察非常的辛苦 要抓坏人 要维持秩序 当然取缔摊贩也是他们的责任 最近有一段这个画面被传到网路上 这是一位卖鸡蛋糕的老太太 被警方驱赶 怎么驱赶呢 警方就站在她旁边 用非常犀利的眼神盯着她 看了足足三分钟 最后成功达阵 虽然这个远警站着三七步 有民众觉得不雅 但是也有民众觉得 这就是一种柔性劝导 摊贩穿梭在大街小巷讨生活 实在不容易 尤其常会遇到玻璃师大人 前来取缔驱赶 画面中这名卖鸡蛋糕的老妇人 客人才刚点完警察就上门 不过看看左边这位玻璃师大人 歪着头站姿三七步 还用眼神直瞪老妇人的方式 就像是叫她自动离开 时间长达三分钟 这画面被po上网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留言警察好转 也有网友说站什么三七步 而骗中遭驱赶的摊贩 其实是板桥当地的知名美食 没得警方经常上门取缔 富人满度苦水 警方也急忙跳出来 回应表示他们通常都以口头 劝导知道摊贩讨生活不易 不会轻易开单 但接获民众检举 也不得不上前处理 为了警民和谐 不开口驱离 只用肢体语言 让他们自行离开 没想到这个三七步 还是被网友拿来大做文章 只能说警察真难做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